日前普通派電郵豪雅公 正在進行勝負的糟糕醫療 晚上7點晚 一個民眾正在參與糟糕的時尊 鄉陽粉末沒有死命壓制 糟糕醫療團生完 雖正在進行電腦和CBR 根據把民眾送到長期病院來治療 經過創救後 會讓死命壓制 說有一名男性 年約50歲 倒在路邊叫不醒 那我們醫療團員隨即 趕往現場 發現患者嘴唇 已經呈現發幹的狀況 且沒有脈搏 那我們醫療團 第一時間內實施CPR 以及AED介入判斷 經AED判讀後 發現患者是屬於可以電擊的心率 隨即實施了第一次的電擊 那前後大約我們做了三次的電擊 以及CPR 在福祉分隊的九號車到達後 我們隨即送往長庚醫院救治 那醫療團在晚上的10點左右 接過虎爺的叫翻人員 跟我們說 那該名患者已經成功地 康復出院 並且反家修養 迫住小羊分隊隊員陳建宏 是這便尤其醫療團的新聞 雖然醫療團人員 作為使用電擊器 為患者電擊三便 更連續進行CPR 一直到迫住分隊救護車到現場 由救人員來接手 送到當家病院來救救 六月匯給喘起 四面壓制穩定 大陸新聞環佩儀 蔡鳳報道 請進行CPR